农历七月台湾格举佛学院莲花菩提院 称为是孝亲院 特别在8月26号举行了阿弥陀佛超见法会 普渡丸的贡品也发放了546份 物资捐给了花莲地区弱势家庭 期盼民养两立共赞功德 新逢农历七月孝亲院台湾格举佛学院莲花菩提院 8月26号上午在花莲县吉安乡文姓街11号 举办2023孝亲邦恩阿弥陀佛超见大法会 阿弥陀佛观尽天界宇宙无量无边国土佛土 知己皆不圆满而为引荐宇宙一切无量无边众生离苦得乐 脱离六道轮回永断生死所舍 只有善没有恶只有好没有坏的永恒光明圆满世界 亲来为地球西方过十万亿佛土之处 今天是隆尼的台湾的九月的习俗普渡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也趁这个机会来修持西方极乐净土阿弥陀佛的仪轨来做这个普渡 也就是一个超度的法会 那主要的目的是我们能够所有的这些祖先们能够得到阿弥陀佛的生意欲的加持 还有观音菩萨的生意欲的加持 所以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超度的阿弥陀佛的修持来做这个普渡的法会 那然后我们也很感谢这次捐赠的有17个单位来 这些捐赠的物资 然后我们这些所有的捐赠的物资这些贡品等等 我们透过这个阿弥陀佛的法会修持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些贡品布施跟落实的团体 给他们能够得到他们这个短暂的温饱的这样子的一个满足 也能够希望他们得到这个阿弥陀佛的生意欲的加持 能够手机的脱离轮回的痛苦 法海师傅表示这是台湾格局佛学院 莲花菩提院办理阿弥陀佛操建法会之后 发发546份 一份爱信物资赠给花园地区弱势家庭成员 包括简单相公所 玉陀天主教堂 玉陀安德取资中心 花园原住民儿童之家 花园商务儿童之家 花园商务中心 小太阳学堂 天心慈善观 脚儿公益爱心协会 体验明阳两立 共占功德 记得请欢迎简单相报道